预估股利早知道高值利率连环报 丑媳妇也得见公婆 近期又是各家公司上交去年成绩单的时候了 不少公司也会在这个时候陆续公布今年发出的股息 因此高值利率股开始受到市场的注目 尤其是现在通货膨胀蠢蠢欲动 美国十年齐功在值利率飙升 投资人在不敢贸然出手的情况下 高值利率股显得更有看头 除了话题性之外更具防御力 所以在寻找高值利率股的时候 也要搭配基本面 以免赚了股息却赔上了价差 过去老牛帮大家挑出体质好 获利家的高值利率股 例如连羊神机再到近期的连墙 都是在股力一公布之后就直接拉上涨停板 所以你是不是错过什么了呢 上个礼拜给小伙伴免费试用的便宜优质股套件 大家都有用好用满了吧 再找到喜欢的公司词 投资人能不能事先就进场布局呢 老牛今天在用便宜优质股套件 帮你事先挑到真高值利率股 大家好 你今天报警了吗 我是老牛 欢迎你来到老牛夜夜talk节目 优分析好工具 让你投资更有力 开始之前 先来帮影片按个赞吧 也要记得订阅 古海老牛的YouTube频道 送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便宜优质股套件 上个礼拜同时间百人上线安装使用 所以老牛在帮大家多延长三天的试用期 还没有安装的小伙伴在看完影片之后 一定要自己试试看 当然记得听到最后 手脚快的朋友还可以拿到888元的折价优惠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打开便宜优质股套件设定 条件一 预估现金殖利率 我喜欢都要6%以上 所以条件一 选择高于6%的殖利率 条件二 本益比 上个礼拜我选了12到15倍 寻找有机会成长性高的长辈股 这次我们用15到20倍来试试看 还有没有合适的好公司 条件三 股价未接 台股又冲到了16000点 便宜股越来越少了 我选择适中来看看 条件四 近五年填息几率 不要太严苛 先选择至少60%的填息几率 之后再来参考调整 条件五 股票价格 这就依照自己的能力来选择咯 一样先看看全部会有哪一些 在这个清单当中 老牛先恭喜 上周有挑到中光店 股票代号5371的朋友 中光店公布今年配发4元股力 股价直跌拉上涨停板 而在模组当中早就告诉你 预估值利率高于7%以上 所以回到清单上 我们今天就来聊聊 上未公布今年股力政策 并且最近很夯的半导体零组件通路商 曾女强 股票代号3028 投资人无法信任所投资的公司 主因都是出自于对其认识不够 导致于每每都抱不紧 错过获利的好机会 因为缺货及涨价的效应 半导体去年底旺旺旺一路涨到风 这就不用我说了 在整个半导体供应链中 从上游的IC设计 联发科 到中游的晶圆制造 晶圆双雄 台积电 联电 再到下游的IC封装 日月光 晶圆电 现在轮到取货的最后一关 IC通路 曾女强为半导体零组件之 价值型通路商 上游主要为半导体 电子零组件制造商 下游为资讯 晶通 消费型电子产品制造商 因此相关产业未来发展 与下游资讯 及电子零组件产业 趋势息息相关 其代理Sandisk FUJI等知名品牌 2019年 营收比重为 记忆体 及各项特定的应用IC 各占10到20%不等 终端产品应用 包括手持装置 消费电子 电源供应器 网通 汽车电子 等资讯产品 曾女强在大中华区 拥有18个营业据点 超过3600家的客户 销售区域分别是 中国占比9成 台湾占比1成 并且中国地区较去年同期 成长26% 国内主要的竞争对手 有文业 大联大 再来我们看到 报警股模组的部分 曾女强目前评分76分 表现良好 在价值力部分为满分 而成长力 防御力 回馈力 及筹码力的部分 则被扣了一点分数 尤其是防御力的部分 被扣最多分数 主要是因为通路股的个性 自由现金流量较差 并且负债比率大于50% 我们可以看到 曾女强2019年的总负债率 占总吃产比例将近7成 我们再来看到智能警讯的部分 曾女强最近一个年度 营收为3年来的新低 而最近一个年度获利 为6年来的新低 现金股息连续2年衰退 但是在智能亮点的提示 告诉我们 曾女强最近一季的获利 创下了8季以来的新高 代表获利的创况出现转机 黄金交叉 月线大于季限 股价处于多头的走势 财务指标的部分 曾女强目前股价为25.35元 而模组评估的合理价为30.8元 股价未接适中 最新本益比为15.3倍 本益比的位阶偏高 预估现金殖利率6.07% 殖利率平价高 而风险系数β值为0.62 代表波动较大盘小 如果你有购买爆紧股模组的话 除了可以解锁评分之外 还能够使用模组的完整功能 我们从价值线来分析的话 你可以看到曾女强的便宜价在24.6元 代表如果你在之前就提早布局的话 过去5年都可以享有将近6%以上的高值利率 通路商是半导体产业不可或缺的一环 因为使用半导体的下游厂商众多 半导体大厂不可能一家一家登门销售 那势必会增加销售的成本 所以通路商在半导体产业之间有一定的地位 同时又不需要很多资金来建厂 就能够享受到整体产业的成长 因此营业收入稳健 配息也就相当的稳定 我们可以看到现金股利政策的部分 曾女强近7年的现金股息配发率 都有9成以上的水准 不过要注意的是半导体产品价格竞争激烈 间接影响到了半导体通路商 为了赢取客户的订单而牺牲掉毛利 只以价格为竞争条件 导致于半导体产品的售价毛利偏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营业的毛利 曾女强的毛利率近三年来都在5%左右 最高也只有6.5亿% 在这里老牛要跟大家分享三点洞见的看法 1.电子通路股正夯 科技股因为涨多修正 美债殖利率攀升等原因 导致于投资人多才观望的态势 不敢贸然出手 而电子通路股因为拥有高殖利率的护体 受到了许多投资人的青睐 最近连强与至上这些电子通路股 陆续公布去年的财报与今年的股利 股价也都反映一波 而还没有公布财报跟股利的曾女强 虽然股价一路加温 是否还有机会再拉一波呢 不过要记得 在稳定的行业都有顺风与逆风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森女强美股盈余的部分 当半导体景气好的时候 因为产品销路的顺畅 所以通路商的总获利就会上扬 相反的景气不好的时候 库存滞销就要承担存货叠价的风险 所以电子通路股虽然不用承担 高技术性的生产风险 但投资人一定要注意到景气循环的危机 不然真的会被笑领了股息而赔上了价差 2. 营运股底翻身跳 先看营收早知道 由于目前许多半导体产品都处于供应紧张的状态 在料源不够的情况下 使得中油以半导体为一件销售为主的通路商 营收被压抑 但是从曾女强历年单月营收来看 2020年及2021年的营收皆比前几年还要成长 曾女强2020年营收总共为344亿元 累计年增率为27.5% 而截至于今年2月为止 曾女强累计的营收为66.7亿元 营收年增率来到了82% 渴望能够延续2020年的销售成长力道 3. 股利成长 股价上涨 因为尚未公布去年财报 可是曾女强2020年Q3净利共为3.4亿元 净利累积的年增率为57.38% 毛利率为4.8% 营益率为1.35% 净利率为1.4% 预估今年的ROE为7.56% 累计每股盈于EPS为1.58元 已经达到了前一个快进年度的146% 代表2020年赚的已经是前一年的一倍多一点 这件事情模组已经在11月就直接告诉你了 当时的股价还在21元附近而已 现在已经上涨到25元了 投资人已经先把价差都赚到手了 来咯 记得寻找便宜优质股套件 试用开放延长到3月21号礼拜天 大家一定要用好用满 不要错过这么好用的条件 大家可以依照自己的选股条件来做调整哦 老牛也努力帮大家争取到 发发发优惠 到商场选购骨骸老牛抱紧股模组 选购一年期 在结账前输入折扣码 TRY888 就可以折抵888元 优惠一样直到3月21号礼拜天 也欢迎大家加入骨骸老牛抱紧想富社团 和我们一起讨论你选出哪些好股票哦 今天夜夜Talk就说到这里咯 谢谢大家的聆听 看完之后请你不要忘记按赞分享 也要记得订阅骨骸老牛的YouTube频道 这样每次上新影片时 就会推送到你的手机里咯 如果错过新影片也没关系 只要到老牛的频道 就可以看到我所有的影片咯 骨骸老牛 每周带你挑便宜股 报警公司大趋势 下次想听哪一档股票 记得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哦 我是骨骸老牛 我们下周次再见 拜拜